天地之大也 人犹有所憾 这是对上文的一个总结和感慨 说就天地这么大呀 最后人不是还有所遗憾吗 可见你这个东西不管多么大 他最后他终究有无法涵盖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他下面说 故就是因此君子与大天下莫能载焉 说君子这个道要是从大的方面去说 与就是说 如果从大的方面去说 天下都不能够承载他 如果从小的方面去说 天下没有谁能攻克他 这是对上文的一个总结 还是谈君子之道废而隐 那么整个这个说到这这都是子丝的文字 不是隐文了 他是对上面十句子曰所阐释的中庸之道的一个总结和提升 一个总结和提升 归纳起来就是中庸之道 你说他简单也简单说他难也难 从简单的方面去理解谁都能做到 道不可虚于理也 谁都离不开 生活当中都要用到 但是你从难的方面去理解呢 那就大圣人也不见得都能做到 他谈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们 中庸之道既是浅白的又是坚深的 既是容易实行的又是很难做到的 关键就是看你要把中庸之道落实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仅仅想从最粗浅的角度理解中庸之道 并且在生活当中落实 那么谁都可以做到 但问题是呢 他对你人生的成功恐怕没有意义 就是你们不用学习 你都在某些方面能实现中庸之道 你现在任何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跟他讲 做事情要不要偏激 对不偏激 下回我这事我就不偏激 但是他不能一直坚守 他会半途而废 他对道的理解不深刻 他就会半途而废 他不能一直坚持 道不可叙利也可离非道也 他就是不能一直坚持 那么偶尔行一下中庸之道 有一个对中庸之道有个粗浅的理解 偶尔去在生活当中落实一下中庸之道 这是每一个男男女女都能做到的 日常生活当中这种人比比皆是 但问题是 你对中庸之道仅理解到这种程度 仅做到这种程度 对你人生没有意义 他不能带给你人生的一个转变 我以前反复强调中庸跟大学是配套的 大学是一个红尾蓝图 中庸是一个具体方法论吗 你要想按大学那种儒家的修行方式 最后走向事业的成功 齐家治果平天下 真正的通过个人的修为 完善自我 改变自我 使自己的人生走向成功 那么 在具体方法上 对中庸这种方法的追求 你就不能停留在较低层次 你要停留在夫妇之于夫妇之不孝那个层次 那种对中庸的理解和实践的层次 它不能改变你的人生 你人生的能力素质思维境界都没有得到提升 你人生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你还是世俗 俗人一个 根本没有走向成功的可能 要想达到大学那个红尾蓝图 达到那个事业有成 在今世达到人生事业的成就 那么对中庸之道的追求 就不能停留在废这个阶段 而应该追求瘾 换句话说 也就是大学里面提到的 止于至善 你要有一个更高的追求 伟大的愿景 我要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每一时每一刻都落实中庸之道 你要有这样的追求 并且开始向这个方向努力 来进行自我修养和完善 然后你的人生才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才开始走向人生的成功了 子思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那么结合我们上次课讲的 中庸之道在生活当中最最小的体现在哪 喜怒哀乐之为发为之中 发尔皆重解为之和 你如果知道事情中庸的重要性 然后你就偶一为之顺其自然 那你就是夫妇之于夫妇之不孝 这个对你人生没有意义 你知和不知行和不行都没有意义 说那你要我要做到完美 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 因为圣人一有所不知 圣人一有所不能 想做到把中庸在生活当中完美的落实 谁也做不到 但是你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和命运 你需要有这样一个走向完美的追求 有这个愿景 并且向这个方向去努力 虽然那个境界是谁都做不到的 大圣人也做不到的 但只要你向着这个方向去前进去努力 你的人生就得到改变了 就走向成功了 你已经达到目的了 不是说一定得把中庸落实到极致 才能够见效 不是只要你追求向极致前进 你就已经见到效果 比方说我们上次说的 这个观察自己的情绪 格言连弊说喜事一简点怒来一简点 我现在这个喜悦的心情 我突然间心境出现波澜了 我这心态不平静了 我高兴 简点 就是 反观自己的内心 我这个高兴的情绪到哪来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进行这种分析 然后你才能把你的情绪 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 怒来是一简点 说就下生气了 心里怒气上来了 那去分析的原因 我为什么生气了 这个生气应不应该 然后你才能把你的情绪 控制在应有的范围内 达到中庸 这是你能在生活当中落实中庸之道的一个基本点 但是你如果说没有有意的去修行 人没有有意的去进行修养 没有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刻去关照自己的内心 就是一个顺其自然 那你作为夫妇之余 夫妇之不孝 你偶尔也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是说这人没修养 他就一直滥发情绪吧 他也能有时候做到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处理问题也能做得恰如其分 但是他是偶然 他没有必然 这个对他人生就没有意义 说你要达到圣人那个极致 我能做到我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能了解自己的内心 我都能调整好我的这个状态 大圣人也做不到 子思就告诉我们这么个道理 但是你要想人生走向成功 按照儒家的方式修养 喜来时意减点 怒来时意减点 就是你先有这个追求 你得有一个追求自我完善这个心 然后你努力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去 去关照自己内心情绪的波动 虽然我们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但我们在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过程当中 你的人格就已经在走向完善了 你处理问题的方法就已经开始符合中庸之道了 然后你的人际关系就开始处理的更加和谐了 你对问题的处理就会越来越妥当 你的人生就已经开始走向成功了 这就是中庸这个方法论的意义之所在 我会看到你